探尋古佬失傳秘術 窺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 出品的奇趣圓幻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517章 流離妖兵 上次講到 蔣王山大爭上了案 將我手上的預令牌給了素雪真人 而且還說 北極松武正在來 我聽到後 沙片很開心 好像撿到一條救命杜草 雖然 北極松武和趕蟲人是不共戴天 但總算是一個可以和素雪真人互相抗衡的東西 畢竟在江湖傳言之中 上次素雪真人是不夠北極松武打的 至於對於我們的安危影響不算大 因為一個素雪真人就夠危險 再加多一個更厲害的 那也無所謂 本來 我們打算去沙咀島 就是為了找北極松武 現在沙咀島還未見到 北極松武首先忍不住 其實想想也知道 北極松武連趕蟲的蟲氣都可以感應得到 更不要說是天蟲 她一定可以感應到天蟲的氣息 再加上 現在我們五個趕蟲人一起醉了月亮營地 那些蟲氣強大是史無前例的 北極松武一定是預感到要發生什麼 於是主動過來接壺 一來 沙咀島來這裡就不遠 二來 北極松武的速度就很快 剛才那個浪頭就可以證明到了 一般的力度絕對頂不起這麼大的浪頭 而在現場可以聽到蔣宏山說話的聲音 只有我們幾個 其他人來得太遠 蔣宏山說話的聲音就不算大 隔得遠的話就聽不到 就好了 枉同這時候看著海上 樣子很害怕清一下 不要看他之前看到碎雪者人之後這麼招式 那是因為人的性情很控制 北極松武是異類 很難對付 這時候 蔣宏山扮得很鎮靜 實際上他也嚇得傻了 不然的話 就不會趕快在海上跑上沙灘 蘇雪者人自己的計劃就是 首先掌握了越令主牌 蔣宏山沙灘的那塊牌 和蔡雪者人沙灘的那塊是一樣的 所以蔡雪者人根本就沒有把蔣宏山 作為自己的第一目標 任得他飄留在海上 看怕他大把手段可以把蔣宏山叫過來 實在不行 把海面全部凍住他 那就不怕蔣宏山跑掉了 蔣宏山人老心正 他知道蔡雪者人這次親自來到越亮營地 那就很糟了 他想借天蟲去殺了北極松武的夢想 都全部窩可 見到齊天明的下場如此淒慘 甚至連我王德綠也被蔡雪者人控制了 他自己根本連鬥下的勇氣也沒有 他是為了長命百歲過來的 結果如果沒有條命的話 那就不值了 所以他就主動地把他手裡的月令牌給了蔡雪真人 這個時候蔡雪者人都急到皺眉頭 他望望天色 見到日頭還浮在海平面上 有段時間還未天黑 他巴不得可以馬上天黑 這樣才能制止到 沒有滿月也算了 就算月亮差一點也行 但直接見不到月光這樣就不行了 沒有月光是現在最大的硬霜 但另一個硬霜就是還欠一塊主牌 齊天明現在暈倒了 聞出主牌在哪裡? 素雪者人就唯有信黃金和所說 等金雪真人過來 在這方面他就完全沒有辦法 我趁這個機會對素雪者人就說 你快點放開我吧 你見不到北極松武的浪頭已經很近了嗎? 你這樣綁緊我 他一上來我就會死 我是個趕蟲人 松武一定會弄死我 素雪者人當然就不希望我死了 在他看起來 我身上的松器是最大的 是最適合用來制止的 其他人他真的看不上眼 於是他揮了手 控制金額把我拖過來 我幾乎腳是跌不到地的 他就企圖把我拖到月亮營地的北面 我就大聲喊了 素雪真人 你覺得自己是北極松武的對手嗎? 你放開我吧 我和你一起去對付北極松武 怎樣? 素雪真人的手臂停下了 接著說 你這個花靚靚 口氣真是夠大 你根本就沒有資格和我一起聯手 我聽到之後就說 說話不是這樣說的 你想一下 你放開我 我又可以怎樣呢? 我根本就不是你的對手 我是個趕蟲人 是最了解蟲性的 比你強硬對抗要好很多 我說陰光朗 素雪真人果然 不被金手額再拖著我的手臂 雖然他還在我的手腕上戴著 但是我已經可以自由行動 我說的那番話很有道理 素雪真人可以隨時控制著我 根本就不在於一時三刻 放開我或者我還可以幫到手 面對松武大家要同仇敵蓋 如果不是的話會全部玩完 素雪真人自己都很清楚這個道理 我行動自由之後 首先和黃金彤站在一起 到了危急時我們方便互相照應 現在海面上的浪頭更像是個大饅頭 整座山仔這樣壓過來 素雪真人趕快收起沙灘上的月令牌 嚴鎮以待 而蔣宏山對著手下的人揮了手 視他們趕快去北面走 那群人不傻 早就看出不對路 嘣嘣向我們北面聚集 我行動這個時候和我說 黃德鹿 你先和我一起抬阿齊天鳴 這麼大的浪頭打過來 一會兒這個地方會全部淹淹 於是我脫下交消大廠 我們倆把齊天鳴繞著抬起身後走 其他人一見到我們倆走都跟著向後撤 就只剩下數雪真人壓著主陣腳 扮到陣靜地在後面慢慢度捕 我們走到月亮營地最北面 猴乃仙前見到齊天鳴受傷了 不知道在哪裡找了木板出來 叫我們倆把齊天鳴放在木板上 這時候天空之中掠過了一道黑影 我抬頭望了一下便知道那個是林霧蟬 不過他飛得很高 可能是擔心現在天還是光的 怕被人看見 枉同靜地低聲跟我說 大家現在都埋伏在海裡沒多遠的地方 在孟淑天的瓊皮洲裡 現在潛伏在海底 海裡湧了一個這麼大的浪頭出來 他們肯定是派林霧蟬出來看看 你放心,大家隨時準備上岸過來幫忙 我進了頭問他 金樹齋現在真的可以來到嗎? 枉同就說 金樹齋已經到馬熟天家了 原來想著他留在家裡等待命令 怕我們這邊有人受傷 剛才我打了電話,他正在趕過來 這次真的可以來,那就最好了 這場惡戰,說不定誰會受傷 海面上的浪頭來得很快 臨到海灘前,我這樣才看清楚 原來那個浪頭比遠遠望過去要大很多 真是整座山這樣,滾滾聲 浪頭打了沙灘上面 即時之間打到石頭都碎了 那些水瞬間浸上了整個沙灘,浩浩蕩蕩蕩 海水直接浸了我的膝蓋 不過,我就很擔心破傷了 再這樣下去,會不會水曼金山? 浸了這個小龍灣就不要緊 如果浸了黃魚口,那就麻煩了 那裡有很多漁民 不過,當水浸到山坡時就停下了 蕩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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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蕩 原來這樣是紫紅色的 在漫漫的大水中突然出現,突然之間又不見了 碎水星人就因為在後面慢慢踏步 那些水浸到碎水星人的腰 碎水星人就完全不覺得 也不知道是他在裝模作樣 還是真的那麼沉騰住氣 他好像是根本不在乎 即是梁薇打側頭,看一看海平面上的夕陽 他也很清楚自己是打陷過北極蕩蕩蕩的 但只要等到夕陽下山,越出東海 那整件事就好辦了 而那句紫紅色的好像棺材那樣的東西 就不像浪頭那麼兇猛 而是飄飄搖搖慢慢浮過來 碎水星人早就知道身後有一具紅色棺材那樣的東西 等到那具紅色棺材來碎水星人只有十多米的時候 碎水星人突然在水上跳起來 腳底下捲起了一層小旋風,整個跳上海面 接著那些海水波桃瞬間結成冰 碎水星人的腳一落地,就踩在海冰上 整個月亮營地被大浪浸住了,全部結冰了 我都站在海水中,水去到我膝蓋的位置 但跟結冰把我都凍住了 奇怪的就是,我腳那裡一些凍的感覺都沒有 只不過我就完全動不了 就算用盡全身上下的力,也拔不出腳 不單是我,所有人都實實地被凍住了 只剩下數說真人慢慢在冰上量度 那個紫紅色的好像棺材那樣的東西 在結冰的時候,剛好沉在水下 於是被海冰紋密實實地凍住在下面 碎水星人現在好像空有成竹 走到我們面前,問黃金銅就說 你說的那個醫生,何時才能來到? 如果來不了,我先剁走你的腳 黃金銅就很清楚,碎水星人很兇死,他說得出做得到 剛才笑口齊齊就沒有打算要玩數說真人 如果真是玩他的話,這樣後果很嚴重 黃金銅馬上就說 你放心吧,他正來了 我再打一次電話去吹一下,應該很快了 一路說,黃金銅把電話拿出來 馬上打給金銅齋了,在吹著他 我便在旁邊問數說真人 你現在是否用兵把北極松武凍住了? 數說真人看了我,然後再說 我這一手叫流離妖兵 上次我和北極松武鬥過一次 輸了半手給他 幸好有我這一手流離妖兵 這樣才沒有吃虧 動著他,我就走了 今次再打 這隻笨蛋未必有什麼好處 上次有個教訓 今次他還會做我這一招 真是沒有記性 我心想,數說真人真是夠毛子 其實無論如何,都是他輸了給北極松武 今次還好意思在這裡吹水? 如果真是不怕北極松武 為何口口聲聲吹黃金銅 快點去找醫生? 我就估計數說真人查不到多久 北極松武是先天之靈 不太好對付 而學至北極松武和數說真人這樣級別 不學我們打架這樣,說夠什麼才下手為強 雙方對戰都不會特別心急 就像竹象棋那樣 合學的新手,雲子是最厲害 三兩下手勢,將就炮拿出去了 單車就過了河 真正高手足棋,都是根據對方旗局 首先在自己這邊搞一下,然後做互相撕殺 這樣才夠慘烈 彼此之間環環相討 暗三門高手對決都是這樣 現在,那個紫紅色好像棺材那樣的東西 被老老實實封在海裡,都沒有什麼反應 不知道是真的出不來?還是不急著出來呢? 數說真人現在在看齊天明的傷勢 齊天明如果真的死了,數說真人就真的不知道獄嶺主牌去了哪裡 他可能有點後悔自己下手有點重 數說真人開始在找齊天明的包袱,結果什麼都找不到 有幾天的小蟲被他放了下來,鱷於數說真人的氣場,嚇得全都離開了 金樹勢趕過來的時候,海上的日頭已經開始西沉 那些晚霞染了海上,很漂亮的 但根本就沒有人有心思去欣賞 金樹勢一看到這樣的架勢,說話都疾了疾了 不過,數說真人對金樹勢還算客氣了 釘了他趕快和齊天明醫治 金樹勢就說要點時間,大概要一個小時 但數說真人就說 你最好快點,我給你半小時的時間 就在數說真人說話的時候,大人之間滾一聲 整個月亮營地的海兵全部碎了 那個紫紅色像棺材那樣浮出水面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